听觉行走 文化改善 听世界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听世界 本节目统策划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密爱芬 演绎 谢涛 制作 阿詹 有一个小国叫华 华这个地方在如今河南省的衍尸县 也是一个姓姬的国家 长期是依附郑国的 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投靠魏国了 郑文贡不高兴了 于是兴师问罪 春秋那年头吧 端迪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大国的首相有中等国家 中等国家首相有小国 大国之间 其实是很少正面冲突的 一般来说 都是拿对方的中等国家来出气 弄得中等国家是里外不是人 中等国家之间呢 也很少打仗的 那怎么出气啊 对啊 就是拿对方的小国出气啊 华就是这么一个小国 加在别的国家当中 当受气板儿 谁不高兴啊 都来打你的屁股 按理说 郑国你要是有骨气的话 你直接找魏国算账啊 可是一来魏国不好欺负 二来魏国有齐国撑腰 郑国不敢惹 惹不起 那心里不服气要找谁啊 那郑国当然会找华国出气了 郑国大军一到 华国立刻投降 马上宣誓成为郑国的受保护国 郑国一撤军 魏国特使又来了 三言两语 连威胁带吓唬的 华国又赶紧宣布 接受魏国的保护 郑文公当然很生气了 心说你这不是耍我们吗 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信用啊 不过其实呢 郑国这么多年来 他自己在齐国和楚国之间 也是强偷草也就这么混的 跟华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只不过说别人容易 说自己难嘛 好了 郑文公这一回仗着有楚国撑腰 再一次出兵讨伐华国 在那个时候 魏国和周王室的关系好 于是就请王室出面 劝郑国撤军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于是周湘王就派特使尤斯伯 去郑国当和氏佬 谁知道这郑文公吧 一直对王室是不满的 不仅不撤兵 而且把这个特使尤斯伯给扣下来 周湘王一听火就大了 我AB你个CD呀 本来你郑国投靠楚国 就已经很过分了 如今还如此无礼 自觉于中央 是可忍输不可忍啊 怎么办呢 周湘王掰指头算了一下 自己首相的军队 肯定不行啊 打不过郑国 齐国呢 正处于衰退期 指望不上 晋国呢 内乱刚结束 也甭依靠他了 秦国呢 平时就没什么来往 也指望不上的 好了 亲戚朋友靠不上 那就靠邻居咯 于是周湘王决定 请狄出兵讨伐郑国 这个狄呢 自然不是北宅了 也不知道是哪一块的狄 总之是狄 敌国很高兴啊 你看这回又有钱赚了 于是敌国出兵 偷袭郑国成功 郑国呢 被迫从华撤军回去救 周湘王一看 哎哟 敌国还很好使嘛 正好 自己大老婆死了 干脆就从敌 娶了个老婆回来 这个从敌娶回来的老婆 跟赵帅的老婆 叫同一个名字 叫书伟 书伟吧 长得是如花似玉 又年轻 周湘王把她立为王后 虽然大臣们纷纷反对 可是反对无效 没用 好了 当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 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的时候 通常下面就会有很多的波折了 这在以前我们已经反复和您说过了 现在也不例外 当初不是说过吗 周湘王的弟弟王子戴 因为勾结北敌攻打周湘王 被湘王赶到了齐国 后来湘王出于人道主义 又让他回来了 而且不计前嫌 封为干公 平时还尝尝一块吃喝什么的 这个干公啊 也就是王子戴啊 原本啊 就是一个泡妞的高手 再加上在齐国风花雪月惯了 没人管呢 所以他的本领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好了 回到自己的祖国 三下五除二 把自己哥哥的 新娶的嫂子就是书伟 给泡到手了 这下好了 周湘王知道弟弟给自己戴了 全天下都知道的最大的一顶绿帽子 一怒之下 就废了书伟的王后的职称 干公听到风声也溜去了敌 然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 又从敌借兵来打周湘王 这敌国 这是有钱就是娘啊 只要知道有钱赚 有东西强 谁请都去 而周湘王的队伍呢 实在没用 谁来欺负都行 没办法 周湘王只能仓皇出逃 一直逃到了郑国边境 本来吧 按道理说 之前不是借了敌国的兵来打郑国吗 郑文公应该很恨周湘王才对的 没想到这回 郑文公表现还不错 主动派人给周湘王盖房子 送吃送喝送美女的 得 血浓于水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那边 干公自立为周王 但是又不肯住在洛邑 带着书伟 去旁边的温城 度蜜月去了 周湘王这个恼火 自己的国家被抢了 老婆也被抢了 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啊 抢自己国家 抢自己老婆的人 是自己原谅过 并且请了回来的人 你看看 于是就派了简师傅 去晋国请兵 请另外一个人 左燕妇 去秦国请兵 一定要抢回国家 抢回老婆 就这样 简师傅来了 让生意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国宴的第二天 静文公召开内阁会议 讨论出兵的事宜 各位 第一个问题 该不该出兵呢 静文公上来就问 因为事情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重复了 别人没说话呢 胡言先开口了 这当然不是他的风格 他的风格是最后才说话 但是这一次 他第一个说话了 他说 这个问题过去了 直接谈第二个问题吧 胡言说 他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 这么大的事情 不讨论就决定了 静文公就问了 舅舅为什么 对于静文公来说 改革开放不到一年 应该是稳定压倒一切 外面的事情 能不管就不管吗 怎么不讨论就决定要出兵了 胡言就说 因为这些事情 是可遇不可求 老天爷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就是要让我们称霸了 想想看 当年齐桓公靠什么惩罢呀 邪王势以令诸侯啊 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 这是打着灯笼 也找不着的好事 绝对不能错过 别看胡言老头 记性不太好了 但是头脑还是敏锐和清醒的 实际上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不就已经有了 第二个问题 何时出兵 按照惯例吧 就是秋冬不出兵 开春之后再出兵 那么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很快的 冬天过去 春天来了 第二年的二月 晋国军队开始调动 预备三月初中 可是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黄河对岸 秦国的军队也在集结 秦国人要干什么呢 一打听 靖文公知道秦国军队集结的目的了 两个字 秦王 什么叫秦王呢 就是帮周湘王复位啊 说来说去 跟靖国是同一个目标 虚臣 你去秦国一趟 阻止他们 胡舍姑 你向东走一趟 向沿途国家借路 鸾芝 你来督促 加快军队集结 胡衍给大家分配了工作 应对这一突然的变化 于是 虚臣渡过了黄河 来到了秦国 秦军大营 就扎在河边 由秦穆公 亲自读阵 可见秦国 也是非常重视 这一次行动的 那么 秦穆公 会不会退兵呢 他舍不舍得 把这个 迁在南方的好机会 白白的送给 靖文公呢 如果 他愣是不让出 这个机会 那么 是不是 秦国军队 和靖国军队 又要爆发冲突 甚至是 一场战争呢 还没秦王先打起来 可能吗 详细的情况 咱们下次再说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的爱上你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的爱上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 你知道我在这里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有真会让我 亲的夜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这里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我 划了手 在梦中战斗 莫名 我就喜欢你 深深的爱上你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莫名 我就喜欢你 深深的爱上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有真会让我 亲的夜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有真会让我 划了手 在梦中战斗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的爱上你 在黑夜里 倾听你的声音 倾听你的声音 你真的在乎我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有真会让我 亲的夜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有真会让我 在乎我 入了废讨厌 在梦中战斗 莫名 我就喜欢你 深深的爱上你 在黑夜里 倾听你的声音